获利县吉安湘东苍公墓从民国72年进账至今 已经超过了40年之后 在今年的3月是展开了签账计划 起绝了最后20座的墓种 并且发现了57件具有百年历史的陪葬品 那么为了确保这些文物的妥善保存 获利县议会召开了东苍公墓起绝后 出途陪葬品典藏管理专案会议 那么和县政府吉安湘公所以及部落学者 共同讨论文物的保存 以及暗置事宜 获利县会强调出途的57件文物 不仅具有历史的价值 更是文化的遗产 必须尽速进行妥善保管 避免损坏 专案召集的李正恩表示 未来希望能够在东苍公墓园子新间聚会所 让这些文物回归原地供奉 作为文化教育历史的所成一部分 如果要变成部落的文物去做展示跟维管的话 它必须是希望能够每个部落的乡亲都能够参与决议 所以第一个就是要召开这个所谓的部落同意的这个说明会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有关后续的这个部分 很希望的就是文物的表达不单只是一个有形的文物而已 它其实背后蕴藏着所谓它的这个文物的这个意义 跟它的历史的意涵在里面 所以在展示的这个空间的部分 它必须把文物的这个意涵的部分 去做一些表现跟说明 这样的话 事实上原住民的部落的这个后代 也才能够理解它的整个部落的文化脉络的这个部分 和文物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它有所谓的性别的区分的这个部分 还有所谓的年龄的部分 这大概都是这个文物的 必须要去做一些说明跟表达的这个部分 广泛政府原住民行政策处副处长 齐超雄表示 中央人民会提供了补助计划 可以支持文物的掀起调查以及研究 为了评估和保存工作 也可以由地方政府执行进行 此外 以会的记事强调 这些处的陪葬品并非仅是文物 而是与王者灵魂沟通的重要祭品 应以更严肃的态度来对待保存以及安置 中央会最终决议将由部落召开讨论 57件文物的最终暗示地点 并确定由哪个部落负责接管这些文物 让吉安相公所进行正式移交 吉安相公所进行